你的意識和很多想法結合在一起 你在與信念、觀念、概念、教義、理論、信條這類事物結婚 在意識層面上 你與任何東西精神上的結合都可以稱為結婚 從心理角度來說 你的婚姻伴侶不是另一個性別與你相異的人類 而是你的思想 是你對自己的理解和估計亦是你自己設計的藍圖 一切婚姻問題都起源於不可以正確理解自己意識的理論 如果可以正確運用意識法則 夫妻之間的摩擦就會消失 一切祈禱可以是他們在一起 對神聖理想的思考、對人生法則的學習 對共同目標的認同 以及對個人自由的享受都能夠帶來和諧的婚姻 這種婚姻是幸福美滿的 他將兩個人結合而且融為一體 預防離婚的最好時機是婚前 決定走出一種很糟糕的狀態並沒有錯誤 但是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要進入這種糟糕的處境呢? 如果一開始你就可以認清問題的實質 可以注意到產生婚姻問題的真正原因不是更好嗎? 婚姻不幸 婚居與離婚問題 與意識與男女之間的其他問題並無意志 他的根源可以追溯為對意識與潛意識的作用 與相互關係缺乏理解 婚姻的意義 真正的婚姻必須要有良好的精神基礎 它必須是心的結合 真誠、善良、正直 這些優秀的品質都是愛的一部分 雙方都應該保持對對方的絕對忠誠 如果一個男人為了自尊心 或者為了獲得錢財和社會地位而娶了某個女人 這樣這個並不是真正的婚姻 這種婚姻缺乏真誠和愛 這樣的婚姻就是一出鬧劇了 如果一個女人這樣說 我厭倦工作了 我想結婚了 因為我渴望安全感 這樣她結婚的大前提就是錯誤了 因為她沒有正確地運用意識法則 事實上她的安全取決於 她對意識與潛意識的相互作用的認識程度 如果一個人能夠運用這本書中所列出的技巧 這樣她就不會缺乏財富和健康 財富與一個人的配偶、父母和其他任何人都無關係 沒有人能夠依靠她的配偶來獲得 健康、安寧、歡樂、激勵、引渡、愛、財富、健康、快樂 或者是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東西 安全感源於我們每個人自身的力量 源於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去應用潛意識的法則 如果你已經學習之前的章節 你就會比較熟悉潛意識的運作流程 無論你在潛意識裡留下什麼 之後你都會在現實世界裡經歷到這些事情 現在就在你的潛意識裡 在下面設想你所期望的男人 以及他的品質和性格 接下來我們來分享一個很好的技巧 晚上坐在你的椅子上 閉上眼睛 忘記其他的事 放鬆你的身體 安靜下來 變得被動 變得更善於接納一些 和你的潛意識對話 這樣跟他說 我現在正在把這樣的一個男人吸引來我的經歷中 他誠實、真誠、忠誠、忠貞、拼禍、快樂、充滿活力 我所仰慕的這些品格 現在正深入到我的潛意識中 當我思考這些品格的時候 他們就是為了我而且根植在潛意識中 我知道有一種沒辦法抵抗的吸引力法則 根據我的潛意識中的信仰 我將一個男人吸引到我這裡 我所吸引的是我潛意識中認定為正確的男人 我知道我能為他的安靈和快樂奉獻一份力量 他愛我的理想 我也愛他的理想 他不將我征服 我也不想將他征服 這是相互的愛、自由和尊重 不斷地學習這種貫注潛意識的過程 然後你會感受到一種吸引了一個男人的快樂 這個男人具備你內心所反覆設想的品質和性格 潛意識的智慧將為你開闢一條道路 根據不可抵擋的 永遠不便地流動著你的潛意識 你們倆人終章相遇 要熱切地期望那些最好的品質 愛、奉獻和合作 接受這份愛的禮物 因為它來自於你自己 如何吸引理想的妻子 為了吸引到你所追尋的人生伴侶 你可以按照以下下來的祈禱 我現在正按照自己的意願 將一個完全適合我的女人吸引過來 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結合 神聖的愛 將我和她的性格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我知道 我可以給這個女人帶來愛情 光明、安寧和歡樂 我感覺得到 而且我也相信 我可以讓這個女人的生活變得完整 圓滿和精彩 現在我命令她擁有以下的品格和優點 她虔誠、忠誠、守信而真實 她和諧、安靜而快樂 我們無可抑制地相互吸引 只有愛、真理和美麗有關的東西 才可以進入我的經歷 我現在接受了我的理想伴侶 當你是這樣安靜地、滿懷興趣地 想像你仰慕和追尋的伴侶的品質和優點的時候 你就會在自己的思維狀態中 建立起一種心靈對等的狀態 然後你潛意識中的更深的洪流 將會以一種神聖的方式 將你們結合到一起 不需要犯第三次錯誤 最近 有著多年管理經驗的希拉女士跟我說 我有過三個丈夫 她們都很順從 都靠我做所有決定 靠我管理一切 為什麼我遇到的都是這些男人 我問她 在第二次婚姻之前 她是否期待過 第二個丈夫和她的第一個丈夫 有著相似的性格 她很肯定地說 當然不是 如果我事先知道她是一個膽小鬼 我根本就不會和她產生任何關係 第三個丈夫的情況也是這樣 希拉的問題並不在她所嫁的男人身上 而是由她自身的性格所導致 她是個對自我很肯定的人 在任何情況下 她都有一種強烈的控制欲望 從這個角度而言 她其實想要順從被動的伴侶 這樣她就可以起到主導作用了 同時 她更深層次的需求 卻是一個和她平等的伴侶 她的潛意識所勾勒出的圖畫 吸引的是她主觀上需要的伴侶 然而一旦她找到了這樣的一個伴侶 她就會發現她並不可以滿足她真正的需求 她要學習如何採用正確的祈禱過程 來打破這種模式 打破消極的模式 希拉終於學到了一個簡單的真理 當你相信你能夠得到你理想中的伴侶類型的時候 你就會按照你所相信的方式得到她 為了打破舊有的潛意識模式 吸引到理想的伴侶 希拉採用了以下的祈禱方法 我在我思維的狀態中 構造了一個我深深渴望的男人 我吸引的這個男人會成為我的丈夫 她健壯、有力量、富有愛心、事業成功、誠實手信 她會和我一起找到愛和快樂 我願意跟隨她的領導 我知道她需要我,我也需要她 我誠實、真誠、有愛心、善良 我能夠給她很多好好的禮物 這份禮物是一份善意 一火快樂的心 和一個健康的身體 她會給我同樣的禮物 這是相互的 我給予的同時也會有所收穫 神聖的智能知道這個男人的所在之處 我潛意識裡更深層的智慧 正以她自己的方式將我們帶到一起 我們馬上認出了對方 我向我的潛意識提出這個請求 她知道如何滿足我的請求 我非常感謝我的潛意識所吸出的完美答案 她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和睡覺前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用這種方式祈禱 她滿懷信心 見信只要通過願望去填滿潛意識 就一定可以得到心裡真正渴望的東西 祈禱的回應 幾個月過去了 希拉小姐有過很多次約會和很多場社交活動 但是在她遇到的男人當中 沒有一個是她所尋找的 她開始疑惑 難道她的追求是毫無希望的? 她發覺自己開始動搖 這個時候她提醒自己 無限的智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引領著她 她沒有什麼好擔心 當她收到現任丈夫的離婚判決的時候 她頓角輕鬆無比 沒多久之後 她在一間醫療診所得到了新的工作 做了管理者 在她工作的第一天 一位資深的醫生來到她的辦公室 向她做自我介紹 她面前這個職位那天 這位醫生正在城外參加一個醫學會議 醫生走進辦公室的那一刻 希拉就知道 這就是她一直祈求的男人 很顯然 她也有同樣的感應 認識之後未夠一個月 這位勇士就向希拉求婚了 他們的婚姻生活圓滿而幸福 這位醫生既不被動也不順從 她健壯、自信、做事果斷 她以前是一名大學生運動員 現在在自己的領域裡廣受尊敬 同時也是一個非常忠誠的人 希拉最終得到了她一直祈禱的伴侶 因為她一直在心靈中默念自己的願望 直到達成目標 換句話說 她將心理上和情感上的追求 變成了她自身的一部分 誠實、真誠、善良和正直也形成了愛 戀愛中的人應該對彼此絕對誠實和真誠 如果你的生命中缺少愛 這樣請經常祈禱 生命的愛、智慧與和諧正通過我來表現 在我的生命中 自信、均衡和平等佔據著主導 在愛情和婚姻裡 我們需要不斷地調整和適應 但是這樣並不意味著 你要試圖征服你的伴侶 那種嘗試只會傷害對方的子尊 而且引發一種抵觸的怨恨情緒 對婚姻來說是致命的 我應不應該離婚 離婚這件事個人情況不同 也沒有一個對所有人都適用的萬能答案 當然在一些情況下 那些人根本不應該結婚 在另外一些情況下 離婚並不可以解決問題 離婚對一些人來說是正確的選擇 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是錯誤的 但是一個離婚的人 可能會比一個過著虛偽婚姻生活的人 真誠高尚得多 例如曾經有位女士向我做過諮詢 她說她的丈夫經常用皮帶打她 而且偷她的錢去吸毒 她從小所受的教育讓她相信 婚姻是神聖永久的 離婚是不道德的 我向她解釋說 婚姻是心與心的結合 如果兩顆心能夠和諧地 充滿愛意感真誠結合 這樣才是真正的婚姻 愛是心中最聖結的部分 聽了我的解釋 她明白了應該怎樣做 她知道她心中並沒有什麼神聖法則 來迫使她受皮鞭的抽打 迫使她受欺負 有人曾經說過 我宣布你們成為夫婦 但這樣並不能成為她受苦難的理由 如果你還在猶豫應該怎樣做 那就請求指引 要相信你所問的問題一定會有答案 在你的靈魂中 指引會手無聲色地降臨 按照這些指引去做 你將會獲得安靜和平和 不知不覺捲入離婚 我曾經和一對年輕夫婦交談過 他們剛剛結婚幾個月就想離婚 我發現那位年輕男士 一直在擔心妻子會離開她 她期待著被妻子拋棄 而且確信妻子會對她不忠 這些念頭不停困擾著她 以至於最後根本無法擺脫 她的精神一直處於一種 差異和分離的狀態中 妻子對她反應遲鈍 但這些都是她自己的感受造成的 通過潛意識的運作 與潛意識下思維模式一致的行為 為她們的生活帶來現實的分居氣氛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有因就有果 有思想就會有行動 而潛意識會對你的思想作出回應 就像她一直擔心和相信那樣 她的妻子離家出走 沒多久就提出離婚了 離婚始於意識 離婚首先是在潛意識中形成的 之後才有履行法律程序的事實 這對年輕夫婦之間充滿了怨恨 懷疑和憤怒 她們的態度讓彼此都變得虛弱 根疲力盡 她們終於明白了 仇恨只可以令人分離 唯有愛令人結合 她們開始意識到一直以來 她們的腦中都在想些什麼 她們兩個誰都搞明白潛意識的行為規律 以至於都用錯自己的意識 為彼此帶來痛苦 根據我的建議 這對夫婦重新走在一起 而且開始嘗試祈禱療法 她們開始向對方心靈散播和諧 健康、安寧和愛的光輝 她們每晚輪扭朗獨讚美思 經由彼此的真誠努力 以及潛意識中充盈著善意的推動 她們的婚姻一日一日好起來了 暗沉的妻子 妻子喜歡暗沉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得不到丈夫的關注 對愛和關注的這種渴望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這種方式反而將她們的丈夫推得更遠 做丈夫的請關注你的妻子 多點讚賞她 而且要經常表達你對她的感激 還有一種喜歡暗沉的妻子 她們渴望丈夫按照一定的規矩辦事 那就是將自己的伴侶趕走的再好不過的捷徑 妻子和丈夫一定要注意 千萬不要成為捕食者 時時刻刻都在尋找對方的小缺點小毛病 彼此關注互相稱讚 屈屈寡歡的丈夫 當一個男人因為她的妻子說了或做了些什麼 而變得屈屈寡歡的時候 從心理角度來說 她已經在此犯了通姦罪略 通姦的另一層含意就是崇拜偶像 即是關注那些消極的有破壞性的東西 而且在心理上與她們結合 當一個男人不出聲地怨恨她妻子的時候 她是不忠的 她對她的婚姻誓言不忠 婚姻誓言是這樣說的 在她生命的每一瞬間 她都會愛妻子 珍惜她 而妻以她為榮 這個默不作聲 滿懷敵意的丈夫 如果想改變自己 就應該吞下她沾黑的話語 平息她的怒火 進而盡她所能地表現得善解人意 彬彬有禮 她可以巧妙地繞過彼此之間的分歧 通過讚揚和有意識的努力 化敵意為愛意 當她在潛意識中浸入和平 和平和愛意的時候 她會發現她不僅可以與妻子相處融合 連與其他人的關係也會變得融合 設想一下和諧的狀態 最終你會找到平靜 不要和旁人談論你的婚姻 與你的鄰居或朋友 談論你的婚姻問題是巨大的錯誤 設想一下 一個妻子與她的鄰居說 約翰對我媽媽不好 她還瘀走 還說她不斷對我施暴侮辱我 無論與誰交談 這位妻子都是這樣貶低自己的丈夫 於是在別人眼中 她的丈夫已經不是一個好男人 更糟糕的是 當她這樣談論丈夫缺點的時候 她實際上是在自己的腦海裡 建立了這樣的形象 除了她自己 誰會在乎這些東西 誰又可以感受到這些東西 當你這樣想而七感受的時候 你自己也會變成這樣的人 親戚們通常會給你錯誤的建議 這些建議往往都是片面的 懷有偏見的 因為他們的建議都是出於自己的主觀感受 任何違背了黃金法則的建議 都不是好的建議 只有黃金法則才是宇宙法則 你還要記住 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兩個人 不可避免這樣會產生碰撞 彼此傷害 遭遇關係的緊張期 絕對不要和你的朋友們 訴說你婚姻中的不幸 炒價要夫妻兩個人自己炒 不要在旁人面前批評貶低你的伴侶 不要試圖重訴你的伴侶 無論是丈夫還是妻子 都不要試圖將對方重訴為另一個自己 這種毫無意義的改變的意圖是一種冒犯 那就等於在告訴對方 你是沒有價值的 這些嘗試永遠都是愚蠢的 而且經常導致婚姻的破裂 這種改變對方的企圖 會傷害別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會引發一種抵觸和怨恨的情緒 對婚姻來說是致命的 當然調整適應是必不可小的 人無怨人 婚姻伴侶也無怨人 其實如果你好好分析一下自己的思想 研究一下自己的性格和行為 你會發現自己的好多缺點 這些缺點足有你忘一輩子了 如果你想著我要將它變成怎樣 你就是在這裡自找麻煩 自尋離婚了 你要認識到一個冷酷無情的道理 沒有人需要你去改造 你只可以改變自己 共同祈禱共同生活 第一步 不要將前一天的腦怒情緒積累到第二天 他們往往是由小事引起的 睡覺前一定要原諒對方說過的那些尖銳的話 早上睡醒的那一刻 告訴自己 無限智能又將引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將和諧的、充滿愛的思想 傳遞給你的愛人 傳遞給所有的家人 傳遞給整個世界 第二步 在早餐的時候保持優雅 感謝精美的早餐 感謝豐盛的生活 感謝你生命中所擁有的一切 一定不要讓那些問題和爭論進入到你們的餐桌話題 晚餐也是這樣 對你的妻子或丈夫說 感謝你所做的一切 我一整天都向你放射著愛和善意的光芒 第三步 丈夫和妻子每晚應該輪流祈禱 不要將你的另一半所做的事情 當成是理所當然 請表達出你的感激之情和你的愛 想一想感激和善意 不要想咒罵、暗沉和糾纏 一段美滿的婚姻的機勢是愛 是相互尊重 睡覺前 讀一些哲學作品或例子作品 古往今來 是這些哲理和智慧在引導著人的前行 當你按照這些真理行事的時候 你的婚姻會變得更美好的 每晚睡覺前 請共同祈禱 這樣你們就會留在彼此身邊 不要將前一天的不滿或失望帶到第二天 在睡覺前 一定要歡恕對方之前的尖黑 早上睡醒的那一刻 大聲告訴自己 神聖的智能 又將引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將平和的愛的思想 將和諧、將愛傳遞出去 要點回顧 一、對於心理和精神法則的無知 是一切不肯婚姻的根源 如果可以經常在一起以科學的方式祈禱 你們就可以和諧共處了 二、避免離婚的最佳時機是在婚前 如果你知道如何正確地祈禱 你就會吸引到合適的伴侶 三、婚姻是一男一女恩愛而結合 他們的心一起跳動 他們一起前進 一起步入天堂 四、婚姻並不可以確保幸福 人們通過對永恆真理的施殺 對生命的精神價值的施殺 來尋找幸福 然而男女都能為彼此的幸福和快樂做出幸福 五、通過不斷思考你所養母的人所具備的品質和性質 你會吸引到合適的伴侶 然後你的潛意識會以一種神聖的方式將你們帶在一起 六、你必須在你的思維狀態中 建立一個你所期望的婚姻伴侶的心靈對等物 如果你想在生活中吸引一個誠實、真實而富有愛心的伴侶 這樣你自己也必須誠實、真誠而富有愛心 七、你不用在婚姻中犯同樣的錯誤 當你確信能夠得到理想中的丈夫或妻子的時候 你就會按照你所相信的感覺得到她 想像在思維中接受你的理想伴侶 八、不要去想你如何會遇到你所祈禱的伴侶 你為什麼會遇到她、你會在哪裡遇到她 要絕對地相信潛意識的智慧 她有行使她使命的力量 你不用做些什麼 九、當你對你的婚姻伴侶心懷不滿 產生敵意的時候 你已經在意識上離婚了 因為你已經在頭腦中中下錯誤的種子 請嚴守你的婚姻誓言 我保證在我生命的每一天裡 我都會珍惜、痛愛她並以她為榮 十、請不要再向你的伴侶表達你的恐慌 相反請吸引愛、和諧和善意 這樣你的婚姻會變得越來越精彩 十一、向彼此投射愛、和平和善意的光芒 你的光芒會被潛意識吸收 為彼此帶來信任、喜愛、和尊重 十二、一個暗沉的伴侶 往往都是在尋找關注和賞識 她看望著被愛 請多點稱讚她的優點 讓她知道你是愛她、感激她的 十三、相愛的人之間 是不會說出任何不友好的話 做出任何不友好的事情的 他們之間總是滿懷愛意 愛就是愛 十四、婚姻中如果出現問題 一定要向專家尋求幫助和建議 你不會去一個木像剝牙 你亦不應該和親戚朋友討論你的婚姻問題 如果你需要建議 那就去一個受過培訓的人那裏 十五、絕對不要試圖征服你的妻子或丈夫 這種企圖是非常愚蠢的 會傷害彼此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而且它會引起怨恨 那對婚姻來說是致命的 且不要企圖讓對方成為另一個你 十六、請一起祈禱 這樣你們會留在彼此身邊 科學的祈禱會解決一切問題 請在你的腦海中勾勒出你妻子的樣子 它應該是快樂、健康、美麗的 同樣,經常想像你的丈夫是健壯的 扶有愛心的、善良的 將這幅圖畫保留在腦海中 你的婚姻就會好像天堂裡的婚姻 禍邪而安寧 阿祖,阿祖,阿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